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关于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题目 那第二运动定律是在介绍 力和加速度之间的数学关系 那我们数学式来写的话 可以写成F的MA F指的是合力 F指的是合力 合力会使得物体有加速度 有可能是变得更快或更慢 那或是方向的改变 速度方向的改变 运动方向的改变 那合力它可以是受很多个力 最后才合成的 毕竟物体只会往一个方向运动 物体只会有一个加速度 但是它可以同时受很多个力 那这些力全部合成 最后合力的方向就是加速度的方向 然后质量越大的话 同样如果力量固定 那质量越大 加速度就越小 那如果是质量固定的话 那力量越大 加速度就越大 好那这一题它是一些文字叙述 那同学们就要练习 要能够在脑袋 脑中 想出它的这种 文字所叙述的图像 像这个热气球 它说再两包沙包 我们就画一个热气球 再两包沙包 那这时候提问说它以加速度A向上升 所以我们就画一个向量 加速度的向量A向上 然后第二个情况是再六包沙包 那它变成以加速度A向下 所以我们就画另外一个同样热气球 但六包沙包 那这时候它的加速度是A向下 这样子 然后它又说热气球的空气 热气球受的空气浮力是定值 那不计热气球的重量和沙包的浮力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 热气球它有很大 热气球一般热气球蛮大的 那它的浮力就蛮大的 这个是它的浮力 我们可以写B 这样子 然后它说这个浮力B是定值 所以我们就两个情况的浮力B 都是定值 就这样子画 那如果是只有浮力 当然它就往上飘 可是它还有重量 那就是沙包的重量 毕竟题目说热气球本身的重量是不计的 所以只有计沙包的重量 那所以我们再继续在这个图中画沙包的重量 那两包沙包的话 我们可以写它重量是2W 不是2MG 2MG 然后六包沙包的话则是向下 然后6MG 为什么是MG 这也是来自于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因为在自由落体的时候 物体会等加速 那时候我们就会说 物体有受重力 才会有加速度 那重力用W来代号 那重力就会是质量乘上重力加速度 这样子 好所以这样我们就来把这两张图画完了 那剩下的就是运用第二定律 运用第二定律 合力造成加速度 合力造成加速度 所以像第一张图的话 它的合力就会是浮力加上负的两倍重力 我们再把它移过来一点 就会等于质量乘加速度 那这时候的质量要带入沙包的质量 因为热气球的质量不考虑 热气球质量不考虑 好所以这样就会得到第一个式子 第一个式子就是 浮力减掉2mg 就会等于2m乘以a 然后再来它想要求什么 它想要求加速度a 然后还有浮力 所以它有两个位置数 它第一小题想要求a 第二小题想要求b 它有两个位置数 那我们就需要两个方程式 才可以解 解出两个位置数 二元一次方程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就是 加速度是向下的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向下6mg 加上向上的负b 就会等于6m乘以加速度a 所以这里就会得到另外一个方程式 6mg-b等于6ma 好这样就会有两条方程了 第一个第二个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两个 来把b和a求出 好例如说 1直接加2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负b和这个b可以消掉 对不对 这个负b和这个b 如果等号的左边 跟等号左边相加 那最后b会消掉 最后会得到 4mg会等于8mg 这样就会得到说 a就是2分之1g a是2分之1g 好抱歉 这个附近有在施工 然后 写错了 然后再把a带回去 再把a带回去1或2 最后我们就可以得到 b的大小 福利b的大小 例如说带回去1的话 福利b就会是 3mg 所以3mg就会是 3倍沙包的重量 所以第二小题是3倍 第一小题是2分之1g 最后再多讲一点 为什么这里的b是负 为什么前面这里的b是正 原因是因为 我们左边这里是 以向上为正 右边这里是 以向下为正 其实都可以 差别只在于说 正负号会 比较多还是比较少 我个人是习惯 以它加速的方向为正 像它这里是 向上加速 那我就以向上为正 那它这里是向下加速 我就以向下为正 那当然也可以 以向上为正 那就是这边要变成负的 这里变成正的 然后左边这里变负 可是等号左右 都同乘以负号 其实就 没有差 等号左右同乘以负号 就跟没有乘是一样的 所以 这个就是为什么 这里是负b 这里是正b的原因 好 谢谢